回到節目的時間 星街5號是泰古地產 在本港其中一個新發展的住宿項目 供應的單位全部都是開放式設計 業主在半年前開始收樓 今日參觀其中一個600多呎的單位 看看質素、用料和內裡的設計特色 星街5號由泰古地產發展屬於單動式物業 提供25個單位 樓下是食市 大廈正門是旁邊 項目鄰近泰古廣場三旗 同同屬泰古旗下的星域牽紙是一階之隔 樓盤每一層只有一個單位 雖半年前已經開始收樓 但可看到電梯內的圍板還未拆 星街5號的單位建築面積16676呎 開放式設計 今天和大家參觀其中一個高層單位 實用率只有六成 即是實用面積408呎 樓底9呎8吋高 為了令單位有多些少的活動空間 開放式廚房 刻意安排在靠場的一邊 用料以木材為主 業主9個月前1,400多萬買入單位 收樓之後沒有找發展商執樓 也都沒有裝修過 一直雕空去到最近添置了睡床 準備放租 家樓標準的單位 全屋都鋪了無縫的複合地板 不過明顯看到地板的顏色有偏差 估計是和建築材料的質素參差有關 可能有陽光的影響 陽光會導致木材的顏色會有變化 其實這也是正常的 不過問題是原本 它的顏色和它變化得那麼厲害 是否在質素上可能會有偏差呢 荷具業說只是收樓半年就出現這個問題 比較少見 全落地玻璃設計可以令到室內更加光亮 望到的景色也更加廣闊 不過用的並不是雙層玻璃 達不到隔音和隔熱的效果 露台的用料也不夠耐用 這個扶手位是環保木 其實都是一些膠的複合材料 但我們看到這個環境的景觀 可能這邊的朝向就是比較多太陽 溫差會大 這個已經開始有爆口 我們看到如果這個爆口 已經這麼短時間爆口 很快這些水很明顯會淋 下面其實有些支撐和螺絲位 有機會水都會滲入裡面 長遠螺絲都會控圓生瘦 根據建築物條例 防火安全的要求 每層單位窗邊需要設有 最少900毫米的防火間場 發生火警的時候避免火勢蔓延 城街5號的單位窗邊由於是落地玻璃 令到間距不夠900毫米 所以設計的時候 在單位裡面近天花的位置 加多了一幅玻璃 來達到防火要求 發展商也特別在單位內刻上告示 提醒業主這些配件是不可以拆除 何據業外以一個實用面積只有400呎的單位來講 這個玻璃室算是相當寬落 特別是淋浴的位置 不過旁邊就是後門 其實原來看到這裡就是一個後門 進去另一條走火梯的一個防火門 其實走出去外面 走火梯就是公共空間 你最重要是鎖住門才會洗澡 淋浴位置的牆身用了石材 天花是一塊木板上面加了批檔 何據業說這個設計不合格 因為物料不防水 看到近花灑的位置已經出現裂痕 另外何據業也擔心去水的問題 這個設計在地台 盡量在一個大的環境 就不會看到很明顯的去水位 其實去水位在哪裡呢 我們看到其實就隱藏了在這裡 這條甲縫就比較窄 以後做清潔是困難的 尤其是下面還有一個凹位 因為也拆不起這塊我們叫它蓋的位置 以後來說如果雨塞了就比較複雜 一點是外牆去做這個處理 聖盤台面用了石材 因應去水位佔用的空間下面設計了兩個櫃桶 方便業主整齊地收納雜物 何據業說這個設計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間 值得加分 聖駕5號在09年底賣樓花 去到現在剩下四個單位未賣 每個市值1500多萬 奧遠入伙以來沒有二手成交 買賣放盤有5個 平均每呎叫價21000元 做務成交方面就有5宗 呎租43元